公元前635年 胸有地宫的周王氏又发生了内乱 周湘王的弟弟王子代和王后韦氏的奸情被发现 周湘王就废除了韦氏 闻讯之后的王子代决定先下手围墙 队内他联合周湘王的手下陶子和颓叔 对外勾结戎敌发动叛乱攻陷了都城 周湘王逃到了郑国再次向秦晋等诸侯求救 秦木工深知这是捞取政治资本的好时机 于是立刻派兵囤住在黄河准备迎接周湘王 但是靳文公的动作更利索 他听从了胡衍的建议 亲自率兵护送周湘王回国复卫 回国之后的周湘王感激涕零 用极高的礼仪接待了靳文公 靳文公借此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政治试探 他问周湘王自己百年之后能不能用碎礼 这个碎礼是天子专项的丧葬套餐 这要是搁在西周时期诸侯敢提这个要求 天子就直接可以把他人顶里给喷了 所以周湘王再懦弱无能也知道这个头开不了 他说尽好话拒绝了靳文公的请求 转而把王室管下的杨凡等地送给了靳国 从此靳国就获取了在中原称霸的政治资本 伴随着靳国的日渐强大 秦国不仅不能像玉器中那样插手靳国的内部事务 反而不得不为靳国在中原称霸中摇旗呐喊 在靳楚争霸的一次决战中 成朴之战 秦国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公元前634年 楚成王两面开弓 一面攻打齐国 一面攻打此时已经倒向靳国的宋国 宋国向靳国告急 靳文公的大臣先枕力劝靳文公出兵 他说报师就换 取威定罢 于是乎在意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又可以报答当年宋相公的恩情 又能借此称霸中原 靳文公采纳了先枕的建议 决定挥师难下 不过 靳国没有急于上去直接开团 而是先拉拢国际社会的支持 先枕继续献策 让宋国用金银去贿赂秦国和齐国 让秦齐两个大国出面施压 要求楚国撤兵 在舆论上做足攻势 然后靳国只取楚国的两个小老弟 曹国和魏国 把这两个国家的土地都分给宋国 这样一来 楚国就更不可能撤兵离开宋国 楚国不撤兵 等于齐秦两国答应宋国的事没有办成 拿了宋国好处的齐秦两国 自然也会站在楚国的对立面 晋文公一计行事 楚城王一看 东西两个大国都在支持宋国 便想知难而退 但是楚国将领子豫不想无功而返 他异常投帖再三请战 楚城王最终只给了一部分兵力 让子豫出战 子豫眼看兵力不足就只能智取 他让手下婉春告诉晋文公 如果晋国愿意恢复曹魏两国 那么楚国也会撤兵 解除对宋国的包围 这样宋曹魏三国都得以保全皆大欢喜 虎眼一听立马跳脚 好家伙你自己只干一件事情放了宋国 就让我们干两件事情同时给曹魏复国 这是亏本的买卖不干 但是先证发现了子豫这个交易背后的玄机 他指出 楚国这是一言而定三国 如果我们不答应 那就是一言而亡三国 本来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如果不接受子豫的请求 那就成了我们亡了三个国家 背上了骂名 但是又不能直接答应 便宜了楚国 不如将计就计 私下里给曹魏两国的君主许诺 会给他们恢复国土 让他们和楚国断交 同时扣下婉纯激怒楚国出战 紫豫果然中计 他率领军队追寻禁军主力 寻求决战 晋文公却在这个时候下令 军队退避三社 也就是向后退九十里 以此来践行当年他对楚城王的承诺 保全自己信守承诺的美名 当然更重要的是 在战略上引诱楚国孤军深入 最终禁军退到了魏国的城埔一带 与楚军展开了决战 禁军在战术上也玩起了花招 他们把虎皮蒙在战马上 以假乱真 让楚军惊慌失措 最终在战略战术上 都极高一筹的禁军 在承蒲大败楚军 晋文公这次是既正了李子 又正了面子 属实是赢麻了 承蒲之战的结果 迅速传遍了整个华夏大地 天下震动 中原诸国纷纷归附禁国 而楚国百余年的北境运动 也被迫终止 同年冬天 晋文公在剑土 也就是河南元阳 惠蒙诸侯 连贵为天子的周湘王 也不得不响应 晋文公的征召 亲自赶赴剑土 为他送上称霸套餐 至此 晋国的国势 达到了巅峰 秦国在成仆之战中 坚定地站在了晋国一方 秦穆公派了自己的儿子 小子印率领士兵 加入了盟军 同时还有齐宋两国也都赞助了晋国 但是成仆之战的巨大政治红利 是不可能与他人分享 天下只能有一个周天子 一个霸主 成仆之战的次年 晋文公趁热打铁 为了巩固霸权 他派胡衍在洛阳 与宋齐秦等国的代表举行了会盟 策动这些国家一起攻打正国 到了公元前630年 秦穆公按照盟约 率兵配合晋文公罚政 借口就是 当年晋文公流亡的时候 郑国对他招待不周 而且还对晋国的敌人楚国示好 秦晋组成的问罪联军 浩浩荡荡地开赴郑国 最后晋军驻守在寒岭 及河南新郑县北 秦军恶守四南 及河南中谋县南 郑国危在旦夕 但也许是天不绝政 一个叫做竹之武的老臣 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实在他不顾年迈 夜坠而出 也就是在晚上 用绳子吊着从城墙上逃出去 不必险阻 只身前往秦军阵营 竹之武可以说 深得博弈论的精髓 他一上来就站在秦穆公的角度 将心比心 为秦国分析利弊得失 如果灭掉正国 对秦国有好处 我今天就不会来打扰您了 但是您想想 秦政之间隔着晋国 正国灭亡以后 只可能作为晋国的领土 您为什么要灭掉正国 而给晋国增加领土 这是给秦穆公讲了 灭正国对秦国的坏处 接着他又讲了 不灭正国的好处 如果放了正国 他就会感谢秦国 成为秦国在东方的据点 显然 只陈述秦国的利弊 还不足以打动秦穆公 逐之武对时局 动若观火 他了解秦靖的过往 以及秦靖在地缘上的冲突 所以他充分地利用了 潜在的秦靖矛盾 曾经晋惠公答应 给您河西之地 结果早上渡过黄河 晚上就撕毁了承诺 您好好想想 晋国的这些光荣历史 等晋文公在东边 占领了正国 回头肯定又会向西 侵占秦国的领土 这一番利弊痛臣 打动了秦穆公 直接瓦解了 秦靖之间的信任和联盟 最后秦穆公和郑国 签订了盟约 并且派遣其子 冯孙 杨孙束手郑国 注意这里是最关键的一点 郑国愿意让秦国 在境内驻军 可以说早在春秋时期 这些政治家就意识到了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法政对秦国无力可图 反而是保存郑国 并且在郑国境内驻扎军队 更符合秦国的利益 而郑国作为小国 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即使逃过了亡国的厄运 也不可避免地放弃了部分主权 最终 晋国放弃了法政的计划 但是秦靖两国的关系 也开始出现裂痕 公元前628年 在郑国驻守北门的 秦国将领其子 私信秦穆公 发兵法政 他作为内应 可以一举获胜 秦穆公经不起这样的诱惑 他让大将西启树 白衣炳 还有孟明氏 于公元前627年率兵习政 这一年恰好晋文公去世 其实秦穆公在决心罚政之前 向谋臣白礼西还有简叔 征询过建议 他俩的回复是 千里儿习人未有不亡者 意思是 你以为秦军不远千里 是去偷袭郑国 可是路途遥远 郑国不可能不发觉 最后郑国一意待劳 秦军一定是无功而返 但是秦穆公不听劝阻 执意发兵 最后简叔无奈 采取了枯见的方式 就在秦军整装待发的时候 大禹言家简叔 对着自己的儿子 白衣炳和西起树 痛哭流涕 我能看着秦军出发 却看不见他们回来 靖国人一定会在小山伏击你们 到时候我去那里为你们收尸吧 秦穆公文言大怒 你这个老东西知道什么 等着进你的棺材吧 自此秦国的君臣关系 也开始出现了裂隙 可能真的是 郑国此时的气数未决 秦军行至华地的时候 遇到了郑国商人贤高 眼看秦军压境 郑国却一无所知 贤高就把自己准备贩卖到周地的牛 送到了秦军 谎称自己是郑国国君的特使 前来犒赏秦军 同时又派人紧急回国报信 郑国得知消息之后 立刻下了逐客令 驱逐了本来在郑国驻军的棋子等人 眼看偷袭的计划泄漏 孟明氏等人就放弃了进攻郑国的打算 但是又不甘心空手而归 想着来都来了 总要带点什么土特产回去吧 于是就转手把一个机性小国 华国灭掉 但是这个行为给晋国抓住了把柄 当时华国已经是晋国的蜀国 四舍五入就是晋国的领土 此时正值晋文公逝世 于是晋国国内的主战派 仙尘等人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借口 秦不哀武丧而法武之同性 秦则无礼 秦国不顾我们这边还在办白事 就灭了我们的亲戚 秦国无礼在先 于是晋国就联合江戎之兵 埋伏在小山 等待秦军班师路过 不仅如此刚继位的晋香公 还穿着校服从容 激起了晋国将士对秦国的仇恨 结果秦军在路过小山的时候 遭遇伏击 全军覆没 三名主帅 孟明氏 西起树 白衣柄 全部被俘虏 这次终于轮到秦国的女儿 来履行她的政治使命 晋香公的嫡母 也就是秦木公的女儿文盈 向晋香公求情 他谎称 这次大败秦木公一定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 不如放他们回去 让秦木公亲手杀了他们 晋香公一看 嫡母都发话了 只好放了他们 先诊听闻之后 气得大发雷霆 说这样就是纵虎归山 自取灭亡 晋香公突然被点醒 赶紧让大臣杨复等人 去追回孟明氏 追到河边的时候 孟明氏三人已经上船 准备渡过黄河 杨复就谎称 自己奉国君之命给他们赠马 不过孟明氏等人没有中计 仅仅是在船中败谢 蒙贵国不杀之恩 如果我们归秦之后被处死 也不会忘记晋国的恩德 如果被赦免 三年以后我们再来败谢贵国所赐 听闻孟明氏等人 被释放回国的消息之后 秦穆公亲自穿着束缚 在国都郊外迎接 向着秦军覆灭的方向 痛哭流涕 承认是自己的过失 才导致了这样的惨败 把一切的责任 都归在了自己头上 秦穆公的这番检讨 后来被整理成了一篇誓词 这就是上书中的秦氏 这也是秦国历史上 第一篇君王的最己诏 秦穆公的最己诏 极大的缓和了 之前紧张的君臣关系 他责备自己不听忠良的谏言 发誓以后一定会虚心纳贱 眼看领导把责任都揽下来 孟明氏等人也就放下了心理负担 积极地配合秦穆公 改善国内的政治环境 折服两年之后 秦穆公再次派孟明氏率兵伐禁 这一次 靖相公亲自率兵迎战 双方在彭雅爆发决战 秦军虽然是抱着复仇之心而来 但是靖国军队的士气也非常高昂 就在战事胶着的时候 靖国将领狼神身先士卒 率领部队向秦军猛冲 在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鼓舞下 靖军像潮水一样席卷了秦军 最后秦人溃步成军 再次吞下了失败的苦果 而取胜之后 靖国还不忘嘲讽一番 说感谢孟明氏的败赐之师 因为两年前孟明氏说过 以后会亲自拜次晋国 而接连的失败 也没有让秦木公对孟明氏丧失信任 反而是继续重用孟明氏 让他放手对国内的政治环境进行改革 左传中记载 曾修国政众师于民 秦木公的信任终于取得了成效 连隔壁晋国的赵崔都说 秦国的军队聚而增得不可当也 秦国的将领念德不待 岂可敌乎 总结一下就是 秦军上下的战斗力 在短期内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于是在上次伐晋失败一年以后 秦木公亲率大军伐晋 他们渡过黄河以后 就直接烧毁了船只 这或许是最早的秦人版的破釜沉舟 眼看秦国来势汹汹 晋国不敢正面迎敌 就选择了守而不战的策略 最终秦国占领了王冠一带 然后回到三年前战败的小山 面对早已化成累累白骨的秦军将士 秦木公悲痛大哭 再次检讨反省了自己当年的错误 最终秦木公没有选择继续进攻 而是收敛了这些命葬小山的秦人子弟的尸骨 引领他们魂归故土 一年以后 晋国出兵夺取了秦国边境的新城 此后秦晋两国开启了数百年的拉锯战 尽管秦国有时国力强盛 战胜晋国 但是一直没能越过小寒以东 这是因为早在几十年前的晋献宫时代 晋国就灭掉了余国两国 扼守住了秦国东出的重要门户 再加上 晋国自晋汇宫时代就开始的重大政治改革 比如做周兵和做原田 做周兵就是打破国人专享当兵的权利 让野人也能加入晋国的军队 极大的扩充了兵源 但是这也意味着野人要和国人共同分享战争红利 所以为了安抚国人又做原田 拿出了大量的田地分给国人 承认土地的私有制笼络人心 到了晋文宫时代又设三军 清大夫既能统兵又能执掌朝政 只要有军功就可以得到封赏进入权力核心 晋国军政合一的国家体制彻底成熟 成为了春秋时期第一个制度完备的战争机器 但是这也为晋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随着齐桓公、晋文公等一个个雄才伟劣的君主离世 秦穆公也走到了人生暮年 秦国东出五望已成既定事实 那么秦穆公会做出怎样的战略调整 我们下一话见